下末 秋初的时候 还记得曾经在节目里面 告诉大家 趁着天气还热 太阳还足热 赶快做豆腐乳 你做了吗 成功了没有 相信现在 还没吃完吗 这个自制的豆腐乳 当然非常好用 只要一个热馒头 稍微抹一点 好吃得不得了 或者是搭配这个豆腐乳 你来煮意大利面 你来炸鸡都很好吃 但是还用不完 没关系 今天我们再用豆腐乳 告诉你 做一道美味的砂锅料理 制作这道豆乳脚白笋鸡宝 所需要的食材 有鸡腿两只 脚白笋三百克 红葱三粒 辣椒一条 葱一条 豆腐乳四块 太白粉一大匙 洋葱一颗 调味料则有糖二分之一大匙 阿宝师傅你好 教官好 豆腐乳 什么菜搭起来 只要不过量都还蛮好吃的 对啊 配白饭配粥都很好吃 你有一阵子在南部做一杯杯 是 在那个意大利面 是 其中有一个调味的口味 就是这个豆腐 豆腐 对 那个时候你的那个意大利面 卖豆腐这个口味的销量怎么样 不错啦 销量是因为新口味 是 因为觉得西餐跟桌下怎么合 但是七个都回来买 对 它的销量跟传统的义式的红酱 白酱 青酱比 它还是比较弱 它还是没有传统的味道来得这么好 如果来吃得多的话 就是它会问口味 它会试 试完它会增满 所以它的回头率算蛮高的 对不对 对 你甚至有一阵子这个做炸鸡的时候 你把这个俘虏加进去 对 俘虏鸡 消费者接受的程度也会觉得 产生一种特殊的熟悉味道 对 因为它们只会配酒 对 因为它有一点点咸口 然后吃那个盐酥鸡之后 刚好配酒啦 或者是做餐都蛮好的 对 没错 对不对 是 了解了 今天你要搭配洋葱 椒白笋 还有鸡腿 对 一起来做菜 没错 来 把食材整理整理 好 我们先把洋葱 开二 是 我们先把它切丝 洋葱丝 对 好像洋葱是砂锅菜很薄本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来 它其中来垫底的 对 垫底它基本上便宜 然后呢 它本身会出水 然后呢 它本身又耐加热 没错 会让整个菜不至于因为这个 砂锅蓄热的效果 烧焦掉 对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先就把 葱绿的切一起 葱绿 葱白 我们都混在一块儿一起用 不是 葱白还是要拿出来 对 葱绿的 葱绿后加 葱白早加 对 好 看起来 我们要拿个 辣椒把它 辣椒 去脂斜切 对 因为它去脂就没有来一种辣味 哦 我们要保留它的这个辣味在 对 它有一点辣味它会比较香 啊哈 其中西部也有层次 是 好 OK 来 辣椒 我们现在先拿一个锅子 把我的辣椒丢进去 哈 所以辣椒不是配合葱 一起下锅去爆香的 不是 不是 好 对 我们把脚白笋 切滚轮型 滚刀块 对 蛤 焦白笋跟辣椒放在一起的 对啊 哇 焦白笋应该算是纪尾了 对 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别的固类也可以 是 对 好 好 我们鸡腿 啊哈 先 切成一块一块的 对 切小块 再改刀切成四口的大小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跟着我们那个很肥很油的地方 哦 多余的这个 对 油啦 皮啦 就算 放旁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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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放进去 哦 他们也是一国的啊 对啊 他们是好朋友 哦 他们什么时候交往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对啊 好 来个皮 是是是 肥肥的油 来看 好 好 来 旁边的啊 我们起个砂锅 我们今天呢 不用敞砂锅 直接用砂锅 来泡煮食物 你小心一点啊 这个手上有三口 不能上飞机的啊 真的吗 好 那还一块啊 来 这些啊 多余的皮 多余的油 多余的油 哎 把它稍微切成适当的大小 我们呢 入锅 让它来贡献我们一些 油脂 对 我们现在就要调味 要调味 对 我们要调味碗 我们今天的量 就是带开四块豆腐乳 啊哈 对 把汤系楼上来 有四块的豆腐乳 加上汤汁 对 再把它先压一下 好 先把它压扁 对 然后呢 然后 糖 因为它很咸 对 好 一点点糖 一点点糖 还有太白粉 太白粉 有一大匙 啊哈 到时候这个 加调味料的时候 就自动就有勾芡的效果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加水 水 好 把这些豆腐乳 糖 对 太白粉 水 把它调稀了 对不对 没错 可是 这个东西 照理来讲 你下锅了以后 在锅子里面 其实也蛮好 让它化得开嘛 对不对 没有啦 其实跟等一下 差不多有干锅这样子 哦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水 对 我们现在老师 好啊 鸡油出来了 出来了 对不对 要把红葱 红葱头破掉的皮 直接下进去 对 你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把它一起啊 用这个东西来拌啊 对 对 所以鸡块也有它的味道 是椒白笋也有它的味道 对 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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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实就是古时候的菜了 一句 对 大概我们可以腌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OK OK 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个俘乳酱丝 对 腌过的这个鸡 还有小白笋 甚至是这个菇 让它能够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味道啊 渐渐地都给它包在里头 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味道进去 对 好 我们现在把洋葱也放在上面 一面把洋葱加进去 一面稍微用手把它剥散掉 葱白要放进去 嗯哼 鸡油炒菜 对 我们今天没有用油吧 对 没有 用它的油 对 你的鸡油 相对而言 应该算是蛮好的一个 对 因为呢 第一它是两只角 两只角会比四只角来得 稍微健康一点 对不对 再加上它又是自己弄出来的 这样子的油 好 把它放平 是 又把这些食材铺上去 干盖子 太厉害了 如果这一招成立的话 简直天下无敌了 对啊 好 放锅进去 锅盖起来 对 调小火 OK 好 像你的这个鸡块啊 大概每一个鸡块 差不多 顶多 两个手指 两个手指头 两个指节 对不对 对 没错 是一口的大小 好 这样子的大小 两只鸡腿切完了以后放进去 大概有八分钟左右 八分钟 所以八分钟的时候 八分钟之内 当然 脚白笋 手都已经熟了 熟 可以有它 脚白笋跟洋葱会出水 然后呢 八分钟 纯粹只是给这个鸡块 对不对 给鸡块的 它熟 是 我如果今天 用的不止脚白笋 譬如说 我有些胡萝卜 马铃薯啦 青椒啦 山药啦 这些东西 其实在八分钟的时间之内 应该也都达到 马铃薯是有点硬的 马铃薯会有点硬 所以马铃薯要切得稍微 再小一点点 再小一点啊 但是你如果说 胡萝卜 胡萝卜 山药是没问题 山药没问题 山药要吃生的 也是脆脆的 对 红萝卜本身就是 有些熟的跟不熟的 膝盖蛮挑的我觉得 你可以把红萝卜稍微 本来鸡块是这样子量纸嘛 你就把它红萝卜切成一指宽 对 或者是片状其实都可以了 对 没错 对不对 来 赶上个小火 我们稍微等七分钟 最后一分钟 我们再打开看看 长什么样子 好 七分钟到了 说是说七分钟 是不是七分钟到的话 就要关火 对 因为砂锅它本身还有热度 对 它还会继续之后 它会焖热 焖焖焖焖 大概跑不了 它可以焖个三分钟 对 焖个三十分钟开最好 OK 所以最后还要再焖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打开来 翻一翻 动一动 不能翻 因为它上面的 洋葱跟红葱会焦掉 它们是干销的 所以它会有焦香味 对 所以如果翻了以后 那些垫底 用来牺牲的红葱跟洋葱 所以它是垫底的 就上来 就会换成是上面的鸡块 或者焦斑水下去焦掉了 就会有焦味 了解了 好 来 我们把它端上来 端上来以后掀开锅盖 让大家看看锅子里面 到底什么样子的状况 来 来 好 香气逼人 好 来 好吃的一锅料理 赶快趁热上桌 好 豆乳角白笋鸡饱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洋葱切成丝状 葱切成葱段 辣椒切成斜片状 脚白笋切成滚刀块 鸡腿切成块状备用 接着取一个容器 放入豆腐乳 糖 太白粉 还有水拌匀成为 腐乳酱汁备用 另外再取一个容器 放入辣椒片 脚白笋块 鸡块 腐乳酱汁 拌匀之后略腌一下备用 然后起锅 放入鸡皮 红葱 洋葱 以及葱白爆香 再放入腐乳鸡块 脚白笋 以小火焖煮八分钟到入味 就可以盛盘完成今天这一道 豆乳脚白笋鸡饱 来 尝尝看 我先吃一个 这个靠锅边 它已经 有没有 有一点点这样的浇 这样子的这个 脚白笋 它的水分还是很多 对 可是我 我吃的这块 可能 你记得有袋 洋葱的椒 可能它的味道 没有那么足 我试着拿一块 靠旁边的这个 鸡肉 很香 很烫 哇 好烫 砂锅菜啊 这也是好处 也是坏处 热乎乎 它会吃很久 还继续保持烫的感觉 但是呢 它会吃很久 吃到嘴里 还会有烫嘴巴 冬天吃这样子的锅 最好了 来进来 逢几个热乎乎 对 整个房子都暖起来了 我刻意的我挑一个 稍微靠下面一点 像这样子的椒白笋 我觉得椒白笋 台湾种的 又好吃 又嫩 又便宜 好 然后这个上面那么多湿湿的 肯定都是刚才这个 鸡肉的一些湯汁 吃这一锅 一定要配啤酒 啤酒一定要冰 常温都不太够 嗯 就对阿宝师傅说的 他之前卖那个盐酥鸡 因为有那个腐乳的味道在 所以呢 味道偏重一点点 然后呢 很下饭 很下酒 今天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每一块 不是我不愿意多试吃给你看 是因为实在太烫了 每吃一块 就要耗它的一两分钟的时间 豆腐乳 要你自己 利用家里面之前教过做的豆腐乳 然后呢 搭配鸡腿 轻轻松松就能够搞定 最多的姿势等那个七分钟 希望你能够试试看喔 谢谢 谢谢阿宝师傅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梅仙老师 今天跟大家来煮一条鱼 红烧黄鱼 红烧黄鱼呢 现在的黄鱼啊 多是饲养的 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饲养 真正的黄鱼的话 可能只有它这个一半 只有它一半 那饲养的话 因为它运动比较少 就跟我一样 比较肥 这边肚子这边有很多 那我今天在洗的时候 我故意的没有把它这两个去掉 这个叫做鱼籽 各位啊 黄鱼的鱼籽是可以吃的 鱼籽 我把它拿下来 这个是鱼籽 这个是鱼籽 这个鱼籽 因为它是饲养的 所以它都很肥 都很肥 那黄鱼买回来以后 那请卖鱼的帮我们处理干净 那是最好不过了 假如说你自己要用的话 自己买沙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头皮 这边的头皮 要把它剥干净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地方 很新 很新 人家说很臭臭的 就是这条 这条 我手没来 就这样塞 就是这条 你们看看 放在这 就这条 这边就是很干净 假如我们真正的真黄鱼的话 你吃起来 中间有一颗石头 那个才是真黄鱼 那这个都是饲养的黄鱼 不能说它是假黄鱼 它是饲养的 比较运动量比较少 运动量比较少的黄鱼 买回来以后 我们今天要红烧 红烧我们来开刀 我去大陆的时候 真正要吃到它们的黄鱼也很少 它们也很少 它们本地就很少 有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 才有一点黄鱼 有一点黄鱼 小小的 叫小小黄鱼 小小黄鱼 那我们首先呢 在这个黄鱼的身上呢 给它淋一点酱油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淋一点酱油 这个是红烧的方法 跟我们台式的红烧方法不一样 我们台式的红烧方法 就完全把这个鱼 拿到大油锅里面 给它去炸 炸成这样硬硬的 硬硬的 当你吃的时候 好像它是吃糖醋鱼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我们今天这个方法呢 就是让它肉吃起来非常的嫩 我们常常就是说 肉非常的飘飘的这种感觉 那才像马头啦 黄鱼啦 它的肉质都是很柔软 只要你用炸的方法来炸它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用煎的方法 来把它煎一下 煎一下 首先锅一定要烧热 烧肉 用这些姜呢 先把 先在锅子里面 先让它煎一下 煎一下 煎一下 这个就不用了 就不要了 放到这边 那先来煎鱼 把这个鱼呢 我先来煎一下尾巴 我刚刚说过了 它就是煎一下 它不是炸 我们不需要去炸它 让它煎 煎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来放生姜 还真便宜耶 蒜 姜 蒜 还有就是葱段 还有就是葱段 淋上酒 我们把这些籽呢 也下去 烧黄鱼 烧黄鱼 搭配绍心酒 是最棒的 最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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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我们在烧肉 你放米酒 跟放绍心 它的香气 就完全会不一样 好了 这样 这样的好了以后 我们就来放豆腐 你可以不要加豆腐 你就是不加豆腐 就等于红烧 就等于红烧 那加了豆腐 或者加了大蒜 蒜烧豆腐 蒜烧豆腐 黄鱼 都可以 好 加水 水 水要怎么样 要满 要 刚刚要盖过这个黄鱼 盖过黄鱼 只要说没有放豆腐的话 你就不要盖过黄鱼 因为豆腐它没有 只要你今天这个水 不盖过这个黄鱼的话 那你这个豆腐就没有味道 好 现在我们才来下调味料 下酱油 刚刚的这些酱油呢 是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个镜头上面可以看到 我就是放了一点点 让它抹在身上 让它在煎的时候有它的酱香味 对它其他的作用都没有 都没有 好 这个时候我来加糖 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 一点点就好 我们酒也加了 就这样子 就让它来煮 让它来烧 我们在烧的中间 它里面在烧的中间 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像说 让它慢慢慢慢 小火的慢慢的来煮 慢慢来煮 那黄鱼呢 它很快就熟 黄鱼比较熟 我刚刚说过 黄鱼的肉比较细致 那这边呢 葱呢 也把它切好 比较粗壳一点的葱栗 放在这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来等 像这个黄鱼太大 加上说再买这个一斤粽 一斤粽差不多有四条 到三条左右的那种黄鱼 你把它清洗干净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把它的头皮给它拉掉 肚内把它清洗干净以后 上面轻轻地拍一点酒 跟一点盐 然后放入油锅之中 不是大油锅 就是说比煎还要油再多一点 比炸的油再少一点 让它平平地铺平在那边 让它干煎 干煎黄鱼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 你来吃 也非常的好吃 另外呢 它可以拿酒糟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介绍过招卤 拿招卤来把它腌制 那那种黄鱼又像熏鱼的制作 一种另外的方法 所以南方人就比较爱吃这个鱼 尤其是黄鱼它最独钟的 我们来看一下 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鱼好了没 最重要呢 我们要看它的鱼眼睛 鱼的眼睛就是鱼的眼珠子 眼珠子好了没有 它发白了没有 这个眼珠子在这个 这个已经透熟了 我们也可以拿筷子来试试看 最厚的地方就是肩膀 它跟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肩膀的肉比较厚 你看一下去就穿得过 穿得过 就是说表示说它已经好了 我们最后再撒上葱 因为黄鱼跟其他的鱼 黄鱼来讲它刺比较少 它就除了中间那根刺以外 它旁边的刺也比较细 不会那么大 不会那么硬 所以做黄鱼很被老少都很嫌疑 也很喜欢 各位观众呢 今天我跟各位示范的就是 红烧黄鱼 台湾最近这几年啊 整个美食的环境大大的提升 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食材 有的食材从外面进来 有的食材从本地发掘出来 你看这次在美食展里面 我就特别认识了很多原住民的食材 红梨米啦 马告胡椒啦 或者是一些树豆啦 非常好用 还有一些从外面来的南姜啦 香茅啦 斑兰叶啦 波罗蜜啦 这些东西也都很好使用 今天我们就借由波罗蜜 来搭配牛肉 看能够呈现出什么样子的好料理 制作这道牛肉波罗蜜 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肉200克 新鲜的波罗蜜果100克 青椒1分1个 红田椒1分1个 蒜头数颗 米酒少许 香油少许 太白粉适量 蛋1颗 调味料则有蚝油一大匙 以及糖2分之小匙 俊美好 俊美好 今天带来一个东西 是 是很多人喜欢拿来当成 水果吃的这个东西 对 波罗蜜 对不对 对 它现在看喔 是小小一块一块 可是它整个果子是 很大一颗 对 它从大概1公斤 到50公斤都有 1公斤的呢 大概就跟榴莲差不多大 差不多 50公斤的呢 大概就比那个大西瓜 还要大很多 还要大 对 那这个你买的是罐头 不是 这个是新鲜果肉 新鲜的 对 罐头 这哪里买呢 其实这个果肉 它是一位博士 他专门在研究这个波罗蜜果 他研究了大概20几年 然后 藉由那个成哥他岳母 是 成哥是指曾国成 是 曾国成 对 然后他岳母的朋友 因为他这个博士 他就是只会研究 可是他希望把他这个东西 就是分享给 推广 对 推广分享 所以他就是麻烦我说 看可不可以帮他多多推 研巴一些各种使用的时机 是 是 好 那你研究完了以后呢 今天你用它来搭牛肉 对 整个协调度上都怎么样 其实 我觉得它搭牛肉满搭的 因为它这个波罗蜜 我们这样子闻 确实它会有个味道 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呢 它本身是带一点点甜味 可是呢 感觉上好像是已经过熟 产生那样子那种 稍微比较浓厚的甜味 对不对 对 可是它这个博士 它这个 这个波罗蜜果 它是新鲜采收下来之后 是 纸 正常的纸 我们是把它丢掉 它是把它这个纸拿来做烘焙 然后 然后烘焙之后 它就像咖啡豆这样一颗 比较大颗 结果拿来抹粉 然后抹完粉之后 它拿来像做面 做面包 就可以添加所谓的富方 对 那这个粉其实它是没有筋性的 它就是纯粹你加下去之后 一直胆汁异常 就是说不会脏气 原本可能外面面包 吃了一颗 两颗 它可能就脏气 那你加了这个粉 下去制作的时候 你吃下去其实不会 对一些消化器官 都有一些特殊的好处 对 对不对 你像那个谁 榴莲 榴莲中间那个榴莲籽 对 吃完那个不是有个果盒吗 对 那果盒你把它丢掉 我其实我不敢吃榴莲 我告诉你 下次别人吃 别人吃完 他就把它果盒如果拿来 那果盒 拿来去煮排骨 它会产生那样子的 一点点酸酸 一点点淀粉質 对 会让整个汤变得更浓 更好喝 但是完全没有榴莲任何的味道 对 然后呢 那个中间的那个榴莲籽 吃到嘴巴里 就有一点像是那个 大的那个残豆那样子 吃起来有一点面面 这样子的那种效果 很够味 对 因为它有那个 你讲那个酸酸 对 果味变 对 好 来 我们来整理食材 做个看今天的这个 波罗蜜牛肉 好 那我们先就是 因为它这个都已经是 处理过的 那我们就只要把它切 切成我们要的那种尺寸 对 今天就是说 其实我们搭配上它是 这些东西它就是 比较清淡型的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它不需要做太多的加工 对 让它呈现原汁原味就好了 是 是 对 因为波罗蜜 本身是漂亮的黄色 是 所以呢我们就不用 黄色的彩椒 我们改用红椒 跟这个绿椒 对 这两个颜色跳出来 我就让它色彩丰富一点 是 小长条 对不对 对 多切成一样长 好 差不多的宽度 这样炒起来它的 整体的麦向会比较好一点 是 其实这个波罗蜜喔 你这样子吃 跟冷冻的吃 口感完全不一样 脆脆甜甜的 对 它是 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加工过的 对 你讲的嘛 这是新鲜啊 对... ás不错 这就到了 这个波罗蜜 超红椒 这个波罗蜜 进去 脆脆甜甜的 對 它是 這個東西它是沒有加工過的 對 你講的嘛 這是新鮮啊 對… 像以前我們在 其他的一些餐飲業做 不是有做菠蘿蜜 那個摸摸渣渣 是 這個都是罐頭 對 所以那時候很怕吃這個 當我遇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 結果那個博士說 沒關係 你吃吃看 我就先吃冷凍 其實沒有味道 後來解凍 聊完之後解凍再吃 真的還滿好吃 結果我們就把一盤都吃光了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跟以前的那個罐頭 印象完全是不一樣 對… 大大改觀 差太多了 就跟最早的時候 台灣使用很多荔枝 對 也是罐頭的 對… 那個的感覺 因為它要變成是荔枝 要不然就是過熟 對 要不然就是梳果梳下來的 對… 最好時機摘下來的 當然當成是水果賣 誰去做罐頭 對啊… 所以要吃就是最新鮮的 逼不得已 我們再來吃這個罐頭的 或者吃一些其他的 對… 其實吃這個菠蘿蜜果很好 它蛋白質跟膳食纖維很夠 對… 大蒜地頭去掉 切蒜片 對… 稍微… 蒜片 好 反正… 就算切蒜片 它的尺寸也不會比別人大 對 盡量都讓它… 形狀都一樣 是 好…最後我們再來處理牛肉 好 牛肉我看尺寸大概也跟… 它們的長相應該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對 需不需要醃 稍微…等一下用那個蛋白 對…稍微處理一下 OK 其實這塊肉它本身的肉質就… 就很好 是… 看等級 就應該算是滿好的顏色 滿均勻的 然後不會有太多的油脂 微微的油花 然後隱藏在肉的各個環節當中 對… 其實這個等一下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調味 因為如果味道太重 那那個波羅蜜的那個味道 就完全跑掉了 對… 好 OK 肉處理完了 來 我們來適當的用一點點的材料 來把我們的這個肉 稍微的處理一下 讓它稍微軟化一下肉質 加一點蛋白 對… 只要蛋白 對 蛋白就好 肉的量不多 我相信你也用不了太多的這個蛋白 對不對 對…不用太多 卡住了 好 一個… 只要蛋白 還需不需要別的東西 等一下加一點那個…糖 鹽要嗎 鹽不要 鹽不要 我們加一點那個蠔油就好了 好 這是糖 糖 一點點 一點就… 蠔油 蠔油 應該也不用多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炒的時候也要加一點 是 就不用別的了 對 你還可以加一點那個粉 太白粉 太白粉 讓它稍微滑口一點 來一點點 好 好 這樣攪一攪 它等一下就… 是 稍微醃一下就好了 OK 基本上不要太多 不用太多油 可是不用太多油 你的肉還是要稍微過一下油嘛 對不對 不用啦 你稍微我們… 因為這個不黏鍋嘛 我們稍微用炒就好 生鐵鍋的話我們才要這個 對 可以 因為在家媽媽如果你要讓它過油 好 好 不黏鍋啊 我們也不需要燒到溫度太高 對不對 把那個油潤好鍋子之後 肉就可以下來了 對 現在鍋子裡面看到啊 這個肉的那個動靜啊 應該就跟大家平常在家裡面 動靜一樣 我們就是普通一般家庭的這個 雙口爐 然後呢也不會像餐廳那麼快速爐一樣 不要火力那麼強 對… 慢慢的 滴麵還沒有好 不要急著動它 等到滴麵好了 再開始來翻炒 攤勳勻 因為它這個肉質本身是比較好 所以其實它可以像牛排有沒有 幾分…八分熟 對…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把大概在五分熟的時候 是 蒜片 好 好 老闆給我一點 水 水 你沒有下調味料也先下水 對 因為我不希望說它… 因為它你下調味料 它乾燥那個味道會太重 對 是… 這個蠔油也是一點點 對… 因為我們今天是比較走輕淡型 對… 所以炒法上有點不一樣 也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這個 理論告訴大家 對不對 先後順序有點不一樣 是 好 那像這樣子 還帶一些水分 藉由這些水分來 讓我們這些彩椒 也能夠達到熟的效果 對 因為這個是還是生的 稍微跟肉可以一起吃 對 而且它不炒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青椒 很多人在意它那個 刺激的那個特殊味道 對…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 菠蘿蜜下來 菠蘿蜜下去 顏色又更漂亮 對 然後要起鍋前 香油 起鍋前來一點點香油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因為這樣肉才不會太彩 你如果不講的話 大家還以為是那個青椒牛肉 對不對 彩椒牛肉 彩椒 然後一吃到裡面 那個黃色的部分 哇 竟然是好吃的菠蘿蜜 對... 因為這一道清爽好吃 而且顏色又比較漂亮 是... 很適合這個季節 這樣子看了以後 心情大好 對不對 來 你的心情有沒有變得很好呢 上桌 牛肉菠蘿蜜的製作大綱 首先我們將紅甜椒切成條狀 青椒切成條狀 菠蘿蜜果切成條狀 蒜頭切去蒂頭之後 切成蒜片 牛肉切成絲狀備用 接著取一個容器 放入牛肉絲 還有蛋白抓勻 再放入糖 蠔油 太白粉拌勻之後 略醃一下備用 然後起鍋熱油 放入牛肉絲 拌炒到五分熟之後 放入蒜片炒香 再放入水 蠔油 酒 糖 青椒 紅甜椒 繼續地拌炒至牛肉九分熟 起鍋之前加入菠蘿蜜果 還有香油拌炒 就可以盛盤完成今天的這一道 牛肉菠蘿蜜 來 我相信這牛肉應該很嫩 對 然後因為它沒有炒得太過頭 加上又是很好的牛肉 你這個牛肉上頭都沾菠蘿蜜的那個甜香 甜香的味道 對 對不對 菠蘿蜜炒的時候 它的味道會跑出來耶 對 它就是香味 所以我才講說 它的調味不能太重 越讓菠蘿蜜突顯出來 如果今天這裡面加什麼沙茶什麼東西的話 那個就壞了 你就不用加菠蘿蜜了 對 你就直接加那種黃椒就可以了 對 對不對 好 煮熟的一個菠蘿蜜 紅椒 牛肉 好 三合一 這個時候啊 我們在吃的時候 那菠蘿蜜在嘴巴咬… 咬完以後呢 它不像是別的東西一樣 是直接水水的 真的就好像是一小口的蜜 對 那甜度稍微比較高一點 對…它有口感咬勁啦 QQ的這樣 那你說那個小菠蘿蜜這麼大 大菠蘿蜜有的這麼大 可是在外面哪裡買的 沒有 其實這個台灣比較少種 大部分都在像印度啊 或者是那個越南 對 像這位博士其實他就是 越南他們就是整個 從買地一直自己種 一直自己生產 都自己一條線 那個台灣我們買的時候 你還不是要說要帶一袋一袋 對…就是變成一袋一袋 一份一份這樣子在賣嘛 對…一袋一袋大概半斤還是一斤 你今天用的量子多少 我今天用大概兩百克 才兩百克 對 那你一袋三倍 對 對不對 六百克嘛 對… 如果你喜歡吃菠蘿蜜 這一種水果特殊的味道 或者是想要把它拿來 入到菜裡面 有門路囉 試試看 謝謝幾分 謝謝 謝謝家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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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